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前两天我评价了王静渝 就是说老郭的新中国联邦的信徒 这个是我在媒体上第一个披露了这位19岁的王静渝 是老郭的郭蚂蚁 然后我也做出了预言 我说王静渝这个小伙子真的是把他的爹妈给坑了 因为他在境外不仅发表了一些反中的反共的言论 而且亮出了他账户里边的100万美金的存款 对吧 所以真的把他在国企工作的爹妈给坑苦了 这个王静渝呢 首先我向大家说 他看到了我的视频 他还是非常在意别人怎么评论他的 看到了我的视频 王静渝这小伙子竟然来威胁我了 他给我留言 他给我留言 说看到没有 是这么说的 说这个我希望你做视频以前 组织好你的语言 话都讲不清楚 你还做视频吗 确实可笑 这个静渝小弟啊 我这我这语言组织能力表达比你清楚吧 是不是 另外我再次说明 我侮辱的是维护邪党地位的邪军 理应侮辱 合情合理 这不都是郭文贵的这种这个言论吗 是不是 这不被郭文贵洗脑了的吗 那郭文贵 你认为郭文贵真的反共吗 如果中国政府把他的这个财产都还给他的话 老郭立刻比谁都拥护中共 你信吗 王静渝啊 他只不过是想掏你兜里的那点 这个不义之财而已 是不是啊 那么还说啊 我会向YouTube官方举报你的视频 并且返回美国之后 要对你的账号发布的内容 都会内容进行报警 都会内容是什么意思 我这个王静渝可能是有点词不大意啊 就是我发布的内容 他都会去报警 可是这个静渝老弟啊 你什么理由报警 什么理由举报我呢 你说我造谣啊 你说我这个说的不是事实啊 其实我倒是觉得呢 我对你说的这些都是事实啊 而且呢 我虽然我给你起了一个带些调侃的外号 叫坑爹神货 不过哎呀 静渝啊 你真是把父母给坑苦了呀 啊 是不是 说我一看 我就知道这可能是王静渝本尊啊 我说如果你是王静渝呢 欢迎你直播连线啊 辩论一下本台哪里说的不是事实啊 那么王静渝呢 给我回了啊 是不是 说这个请不要恶意诋毁境外媒体你说是脑残媒体就央视是正义媒体吗啊 说这个我说王静渝如果你是本尊的话失敬了可以连线采访吗 说王静渝回我了啊 说和平辩论可以辱骂对立就算了 你看本台什么时候骂街啊 我们跟你连线绝不骂街啊 你知道吗啊 说这个当然是我给他回嘛 当然是理性辩论啊 您定时间或者是每天的直播都可连线 其实王静渝我十分期待你跟我的连线啊 我绝不会啊 戴着任何的有色眼镜啊 去这个跟你对立 或者说是这个骂街就更不会了 是吧 我其实我特别想采访采访你啊 你所说的这一切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心理上的一个起因 对吗 按说呢 其实你应该和你的父母啊 应该是中国的体制的受益者呀 要不然的话你19岁 怎么拿到美国的绿卡的呀 怎么这个账号里有100多万美金的呀 啊 是不是 其实你是受益者 我倒是十分的想啊 这个连线的啊 跟您来探讨一下啊 你的这个心路历程 是吧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 我表示我十分欢迎你的连线啊 我每天的直播啊 你随时可以来跟我连线 是吧 然后呢 我还是想点评一下你呢 在昨天接受美国之音的那个采访啊 其实呢 我倒是对你呢 做出了一个预言啊 我说你可能真把父母给坑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昨天呢 在美国之音的采访中 王静宇是怎么说的 从事发以后第二天到今天 每天早上六点钟 把我父亲跟母亲带到派出所 关在那个审讯室那个审讯椅上面 他问就是问 你儿子什么时候回国 你想好给我说 如果没回国 我就要行事拘留你 然后也不让我父母吃饭 到了晚上的六点或者七点钟 再把我父母给放回去 所谓的一个办案警官 用短信发给我 他说让我三天之内必须回国 他告诉我不管我在哪里 他说你这个事情影响这么大 他说现在是整个中国人民都知道 你诋毁解放军 中共中央啊 就是中央部门 外交部 很多部门都知道我这个事情 他说如果你不回国 他说就算你在美国 在欧洲 我们也会把你引渡回去 王静宇其实说的 他的父母呢 现在呢 是被派出所传唤 这个事呢 我觉得呢 这也是给父母找的麻烦嘛 王静宇啊 如果你真的是这个单单啊 说了几句话啊 是吧 小孩子不懂事 对吧 父母呢 也可能只给派出所解释 说小孩子不懂事 可是王静宇啊 你亮出你的账号的 一百万美金的 这个余额之后 对你的父母不仅仅是 传唤了 应该是进入了正式的立案 侦查阶段了吧 作为国企的 父母 作为国企的员工 是吗 啊 这个给你的巨额财产 肯定要遭受调查呀 这已经是处在传唤状态了 我们再往下听啊 这个派出所给你发短信啊 让你回国自首啊 这个我相信有啊 这个我相信有 而且你的事情呢 的确啊 也比较严重啊 涉嫌到这个 中国有个法律叫什么 侮辱先例啊 是不是 那个法律了啊 然后他还电话中还威胁我 他说你认为你个人的能力强 还是我们一个国家的能力强 他说你不要以为 其他的国家能够保护你 他说这个是痴心妄想的 他父亲和他母亲啊 他母亲在中石油集团 他父亲我不知道在哪个国企 反正是这个有关的啊 这个机关都打电话啊 到他母亲的单位啊 因为国企里边 毕竟他是有这个叫党委组织的 对吧 所以他的儿子啊 在海外量巨额财产这事 这个事可不是小事啊 可不是小事啊 王静宇 我不知道你出于什么样的心态啊 哎呀 把你的父母确实是坑了 公司 就是昨天晚上 晚上的 我们亲的打电话 在通知公司的嘛 中公司的嘛 不是看着你倒了个哦 我印象都特别大 整副中央写在关注的 相当于 不要关注的嘛 等不出来的嘛 2月21号的北京时间晚上6点半左右 这三条评论啊 然后让我在这个中国的那个微博上 一下子就上了那个热搜 然后全国全中国的那个人民啊都来捧击我 就认为我是一个卖国贼 是一个汉奸 就认为我是在诋毁这个解放军 然后大概在当天晚上的6点 6点50左右 我们重庆当地的警方啊 以及这个国安人员 还有那个不明身份的警察 就是没有身着警服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 就已经冲进我家 然后接着呢就把我父母给带到了这个重庆市 沙平八区请家刚开出所 然后就把他们分别关押在审讯室 坐在审讯椅上面 要求我父母联系我 要求我立即删除微博 并且立即回国 他给我父亲讲的 你先让你儿子回来 最多让他坐10天牢 他说如果在 这个 这个警察说的是实情 在这个微博上 诋毁先烈 这属于寻衅滋事 按照中国的法律是寻衅滋事 对吗 这个呢也就是最多 也就是10天拘留 这警察说的是实情 有再多的境外媒体 像那个澳大利亚那个女生一样的 在这样报道你的儿子 他说那么你儿子回来 可能就会消失 他就直接用了消失这个词 那么我的父亲的意思就让我不要害怕 消失这个词呢 我想呢 这个警察呢 不可能给你用消失 只是会说 你居留10天 如果你在外边 再从事这种接受境外媒体 再从从事这种反共的 这种活动的话 恐怕就应该是 这个从寻衅滋事 可能会上升到 什么颠覆 国家政权 这个罪了 对吧 那么寻衅滋事的上一党 是吧 可以判什么三年 或者是什么一年拘役之类的 是吧 那么警察是告诉你量刑标准的不同 但是警察说用消失这个词 我不太相信 这个警察说话 现在都是有执法记录仪的 对吧 他们这个都是有执法记录仪的 防止当事人以后呢 去提告 用这个词 我不太相信 害怕这些 他说你不能林郑退缩 他说你哪怕是死也要死得光荣 他说历史会记住你 他的父母对王静宇说 你是个勇敢的人 你不要屈服 你哪怕死也要死得光荣 他父母在国企里边 难道也是老郭的郭玛姨 也是那种反共的脑残 这我不太信 这话我不太信 王静宇 父母不能糊涂到这个程度 再溺爱自己的孩子 也不能糊涂到这个程度 因为他们也是在中国体制的受益者 他是在国企里边的受益者 不能脑残到 说当一个锅蚂蚁的这种程度 或者说那位说了也不一定 如果他们在国企里有点什么 就是这个待遇上 什么体干没提上之类的 有怨言 是不是也不一定 这个可能性我觉得比较小 这个我觉得王静宇 你说的不太真实 父母能鼓励你当反革命 这我不太信 因为网络言论 海外追讨的以前是没有过的 中国的这种 黑白颠倒 然后像人肉 我父亲 我母亲 工作单位 姓名 电话 住址 什么都在网上 已经遍布了 然后因为就这个事情 我的父亲 还给重庆市的警方报警 他说 你就算说我儿子犯了 他说我没有犯法 他说这个报我的身份证 报我的家庭住址 是不是违法的 他说王静宇犯了 你去抓他没关系 你不能再连累我 按说 这个王静宇 你要是不晒银行卡的余额的话 你可能不能把爹坑到这个程度 就是你在外边说两句 这个反共口号 然后呢 可以这个作为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是吧 家长呢 管教不严 是吧 也不到 把你父母给这个传唤的程度 或者说是调查的程度 可是你可是晒了百万美金呢 你父母都在国企工作 是不是够了立案的标准了呢 王静宇 你坑不坑爹 你自己跟我说 那么警察给我父亲讲的 没有年代你 没有把你打死都还算好的 他说这是这个秦家港派出所的警官 原话这样赶他讲的 我现在是要24小时 就是早上去派出所 然后晚上有人在我 警察说没有把你打死都算好的了 这肯定是独轮运的口吻了 是吧 说什么灭绝了 活摘了 到现在没有一个灭绝的证据 一个活摘的证据 对吧 所以这个王静宇肯定是独轮运的 这种这个受众 对吧 我家里面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人 自称是警察 然后也没穿警服 就在家里面守着 睡觉 有女警察跟我母亲睡一起 有男警察跟我父亲睡一起 然后我父母的话 身心都不是太好 有很多那种不明真相的网友 跑到我家里面去敲门 干扰我父母休息 可以说24小时 我家门口都有人 但是我父母 听起来好像是要保护 王静宇的父母 有正义的吃瓜群众 要这个到冲进王静宇家 这不是在保护他的安全 当然这个我们来从这个客观理性的来分析 王静宇的父母 现在已经被立案侦查 已经处于一种监视居住的这种境况了 这应该有可能是真的 那么那位说了 为什么要24小时的监视 怎么还跟他一块睡觉 一块睡觉不可能 一张床上睡觉的不可能 这是独乐运的口吻 肯定会在他家的这个 就是外边或者是客厅 来保证他父母不会 叫什么叫畏罪自杀 因为他父母已经牵扯到 百万美金的贪污案里边去了 如果这个期间畏罪自杀的话 那境外的这些 舆论滔滔啊 重庆警方也不敢冒这个险呢 如果他真的是他父母因为觉得自己罪孽深重贪污了这么多钱 在家里边怎么着了 对吧 那重庆警方 那有理说不清了 你还没招供呢 有理说不清了 是吧 就等于说我们迫害你 是怎么的呀 所以这个监视居住 应该是有的 但是呢 王静宇 你要知道 现在的这个地步 的确是你坑了父母 是特别支持我的 肯定不会回中国 然后我未来的计划 我还是打算 在墙内 就是在中共允许使用的这种软件里面 更多的发生 因为我觉得我讲这些东西 可能有99%的人不理解我 但我觉得我只要能让1%的人清醒过来 我觉得都是很有价值的 我就真的是十分期待 我跟王静宇你连线 我要采访你一下 我要采访你一下 你的父母能支持你这样吗 或者说是我要告诫你一下 王静宇 你现在这个自己独身在外 这个账户里有百万美金 那恰好 你好像这个思维啊 什么分析事物的能力啊 也不是这个太到位 是吧 你这种人恰恰都是郭文贵 这个新中国联邦 你的那个用户名都是新中国联锅 是吧 你恰恰是他们的菜呀 王静宇啊 你是老郭的韭菜吗 我十分期待和你的连线 好 谢谢大家 咱们下集再见